好,刚才我们做这个弹卷冰淇淋 好像做扭转的时候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做这个感觉就不太对了 再看一次 刚才已经加了一处的 那我们这边再为它加上twist 扭转 扭转修改器 我们在angle这个地方调整 你会发现中间那个柱子 几乎是只有旋转 只有扭转 但是位置没有动 那这边呢就扭转的幅度就蛮大了 而且产生很夸张的变形效果 好,可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好,我们先把刚才的这个twist 先删除 先移除掉 这个我可以先隐藏起来 暂时隐藏起来 如果你要暂时隐藏一个物件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 height selection 隐藏选取的物件 点一下就隐藏起来 那如果你要再把它显示出来的话 也是按右键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on hide all 把所有隐藏的物件都显示出来 或者是on hide by name 一名称解除隐藏的状态 我们这边选择on hide all 你看它就出现了 好,我这边暂时还是把它隐藏起来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物件 你旋转一下 你会发现其实它的轴心 也有人是称为轴点 英文叫做pivot 是放在这个圆柱体上 为什么? 因为如果各位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一开始画圆形的时候 我是先把这个圆形转成sprime 然后再把这两个圆形 attach进来变成一个单页物件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轴心是保留在这个圆形上 但是等一下我在扭转的时候 如果轴心放在这个地方就会出问题 那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怎么做 现在我们可以切换到hierarchy 这个hierarchy主要是设定一些阶层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affetpivotonly 这个pivot就是我刚才讲的轴心 又称为轴点 我们在这个地方按一下 按一下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在这里 在这边就可以移动 那这个时候的移动呢 其实只会移动这个轴心而已 好再看一下 旋转一下 你看 这个箭头跟一般的外观 不一样嘛 对不对 OK 好 那你就把这个轴心呢 移到这边来就好了 移到这三个圆的中间 好编辑完成之后 不要忘记在这边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按一下就变成编辑一般的物件 你看 你可以移动它 对不对 移动它 可是如果说你现在按一下 affetpivotonly 那就只会把移动的编辑 套用到这个轴心上 你看我按一下这个之后呢 再移动 物件没有动 动的是什么 动的是它轴心的位置 好 OK 那我这边呢 再把它搬回来 把它搬到中间 好 刚才我不是 已经有加上一处的吗 对不对 好 我还是再回来 你看 这次呢 已经移到中间了 好 我再做一次 这次呢 我再加上twist 然后呢 一样在这边扭转 看到吗 那扭转的时候呢 其实这三个都会跟着扭转 你就可以做出来 这三个纠结在一起 好 那我想说 可不可以把这个 这些物件呢 再靠近一点 好 没问题 切换回来 那我们刚刚讲过 你可以个别去编辑 这些聚合线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个聚合线 我们就让它靠近一点 好 拖曳 让它靠近一点 其实你可以从上次图来编辑 我们按一下快速键T 切换到上次图 然后用这样的方法来编辑 可能会比较准确一点 好 大致把它搬到适当的位置来 好 我们再试试看 再回到透视图 转一下角度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做出来的结果 一处的 有没有 这样就可以做出一个纠结的效果 好 关于这个pivot的部分呢 我们再讲 我们再用另外一个范例来讲解 我先把这个物件先移到旁边 好 接着呢 我用方 用这个tpot的茶壶来讲 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 我先做一个茶壶 好 OK 那这个茶壶呢 我先把它的分段增加一点好了 让它变圆滑一些 好 然后这个茶壶啊 它的轴心在什么地方呢 一般的物件的轴心大概都是在下方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选择移动工具 你看一下 选择了茶壶之后呢 你看它在底部嘛 对不对 底部这个地方 好 其实一般的物件呢 也是如此哦 box 我们现在切换到那个 我们先切换到 wireframe的状态 显示wireframe状态 方块 它的轴心在底部 空 圆锥体 它的轴心也是在底部 好 这边的用移动工具 就可以很明显看出来 圆柱体 轴心在底部 tube 管状的物体 轴心也在底部 好 那这个pyramid 金字塔 也是在底部 tipod我们刚刚看过了 plane的话 plane本来就没有高度 所以就是在中间 这些物件呢 它的轴心呢 都是在物件的底部的中心位置 中间的位置 但是sphere 球体跟geosphere 几何球体 它的轴心呢 其实是在球的正中央 你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 先画一个球 然后一样选择选取工具 好 你看旋转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 球的轴心呢 不是在球的底部 是在球的中间 geosphere是一样 我们在这边 我用这个地方画一个圆 你看一下 对不对 你旋转一下就知道了 就可以看出来了 它的pivo 也是在它的中心的位置 好 还有像torus 平田圈也是一样 我拿这个地方来画 好 你看它的轴心的位置 你选择选取工具 或是移动工具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轴心呢 也是在它的正中央的位置 好 OK 所以我们这边呢 试着旋转一下这个茶壶吧 我用旋转工具 旋转的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原地旋转 原地旋转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茶壶呢 基本上它的位置没什么变 它转动的时候呢 轴心刚好就是在 这个位置上 Z轴这个位置上 好 那左右旋转的话 对不对 pivo轴心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我们旋转的时候 希望说 我可不可以把 它的轴心放在虎嘴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来转转看 好 没问题 那就是切换到modify 切换到hierarchy modify是我们在这边编辑 加修改器的地方 我们切换到旁边这个hierarchy 一样 在这边呢 按下affet pivot only 然后呢 去移动它 用移动工具 选择移动工具 来移动这个轴心 那其实除了用移动的方式呢 你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在这个地方选择center to object 你可以把它移动的 你可以把它移到物件的中心点 你看 插和的中心点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这样子移动 直接按这个 或者是reset pivot 这个reset pivot呢 就是把轴心呢 就是把轴心呢 还原到它预设的位置上 好 那我们刚刚讲说我想把它放在虎嘴嘛 好 我先移上来 然后再往x的方向移动 把它移到大概虎嘴的位置上 那别忘记移到这个位置之后 给各位看一下 转到不同的角度给各位看一下 移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我再把affet pivot only取消 那我们再做一次旋转 select and rotate 旋转 你看这个地方现在变成轴心 所以我们在旋转的时候呢 虎嘴的地方是不动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再往另外一个角度旋转 我让它沿着歪轴旋转 你看 虎嘴的地方是不动的 所以其实我们倒查的时候 如果说你要做出比较真实的效果的话 一般我们倒查的话 怎么倒 我们手指勾着手把 对不对 然后再把查虎往前起 所以其实倒查的时候呢 或许你可以把这个pivot呢 移到手把的中间的位置来 好 这个其实就是pivot的用途 好 我再把它还原回来 一样在这个地方呢 按一下reset pivot 这样就还原回来了 就可以把我们的轴心呢 重设 好 以上为各位介绍的就是 轴心的观念 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些物件的时候呢 如果你想做出那种 像这种纠结在一起的效果的话 可能你就必须要先把轴心的位置呢 先调整一下 好 以上为各位示范到这个地方 待会请各位同学稍微练习一下 接下来 大家 节目 练买一下 非常 有点 各位